十二星座毛病大不同 我们就来看看他们发病的样子 处女座那真是没办法 他们就是一个追求完美的星座 所以他们也给人追求完美的形象 但其实他有多骄傲就有多自卑 他们的秘密就是 他们对自己其实没有那么满意 所以他永远永远在追求比较完美的自己 因此虽然他们喜欢检讨别人挑剔别人 但他们更怕别人来检讨自己 那会被发现他们其实不完美 某种程度也许发动攻击挑剔别人 就是在阻止你来挑剔他 不过人哪有完美呢 所以处女座有的时候就放过自己一下吧 其实已经被封锁了 十二星座讨厌你的举动 有些超明显 有些要通灵才能看明白 没问题 今天我就来带你看个清楚 处女座对于喜欢或在乎的人 才会严格哦 因为处女座是很唠叨的人嘛 所以常常会唠叨你东唠叨你西 哪天他不念你了 恭喜你 你已经被他列入黑名单 或他已经对你毫无感觉 当他讨厌你 根本懒得理你 你做得好做得不好 干他屁事 所以他也不会白脸色给你看 不会对你笑 也不会对你凶 因为他根本不在乎你了 切干净了 打从心底部把你放在眼里 连恨都没有了 今天来点负能量 12星座谁最负黑 表面上跟你很好 背后却可能会弄你 到底12星座为什么要负黑 那个负黑的moment 又在想什么呢 接下来就是处女座了 同样是水星在守护哦 各位处女座的表现呢 就会比较像真小人 她们一样很容易进入焦虑的状态 而且一旦想要负黑 她也没有怕别人知道的 她不但会挑明了让你知道 她还会围堵你 或者是控制周遭 比如说你想跟我好 你就不要跟她好 所以全世界也都会知道 处女座是针对谁而来 在很多处女座的心目当中 她觉得不够敬业 或者做事不够仔细 或者是根本就是很懒惰嘛 也不要求完美的那种人 就是她想要封锁的敌人 在这个时候她腹黑你 她绝对是问心无愧了 天平一定很随和 处女一定有洁癖 天蝎一定爱复仇 双鱼一定很浪漫 不好意思 你一定误会什么了 12星座隐藏真面目 来了 各位一定觉得 处女座不就是一个 要求完美的星座吗 要求完美的星座 怎么可能不完美呢 你一定理所当然的认为 她非常的有洁癖 可是事实上 生活当中的处女座是 她很念旧 哦这听起来是个优点 所以她很爱翻旧账 只要她觉得是问题的 她就永远忘不掉 没办法 因为她觉得那个就是她要保护你的地方 所以当她叨叨念念你的时候 你只好认了 那再来呢 宽以律己 言以待人 没错哦 她这些事情都是针对别人而来的 如果事情在她身上 她有一千万个理由放过自己 所以咯 家里可能一个礼拜的袜子没有洗 以及别人不要吃垃圾食物 但她自己吃可以 所以你不要看她一直唠唠叨叨别人 就以为她自己也会这样做 那可不一定 看起来很善良 其实在使坏 你眼前的十二星座 有可能是哪种小人呢 处女星座是十二星座中真心难搞的 他们很喜欢放大别人的缺点 咄咄逼人 咬紧不放 当她把你当自己人时 真的会很爱出言提醒 时时刻刻要你改进 但当你不是自己人 她就会直接diss你 例如一个管财务的处女座 就会故意不让你的账过关 让你请不了钱 反正就是要当阻碍你的那个大石头就对了 或者处女座会在跟老板吃饭的饭局上 故意告上对方遗状 把对方不好的地方一一说出来 啊让你以后更难做事 还不知道阻碍处在哪里 行走江湖 会做事还要会做人 偏偏十二星座各自有自己的盲点 得罪人了还不自知 处女座的朋友自尊很高 很怕被人看扁 所以说话的方式 有时候会给人装腔做事的感觉 比如说明明是平辈啦 却用主管的口气说话 亦或是用词上常常不自觉就触人底线 比如说会说 哎呀我是比较诚实啦 所以我不喜欢这样做 啊你比较诚实是别人很不诚实吗 这样不知不觉就会得罪人你知道吗 所以处女座的同学请意识到自己的修华方式哦 日房夜房小三男房 作为女人我们都有当正宫被小三介入的经验 有吗 好没有的话就是你的年纪还小没有关系 以后就会有哦 好所以在我心目中呢 总是有那么几个星座 就算遇到这样的事情 她们也能笑到最后 好到底是谁呢 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呢我个人觉得 她们之所以能够坐稳正宫 是因为她们真心的做到了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她是真的从来没有嫌弃过你 你没发现吗 她自己一个人过日子的时候 她真的很随便啦 但是呢她跟你在一起 她就会为你量身定做哦 她会很关心你喜欢哪一行 而且她希望她生儿子 她就会努力的生儿子给你 所以她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尽责的另一半 那当然她的尽责也包括她会 自我要求 有时候都不用你开口 她就会把它做到极致 处女座服务型的特色也非常的强 说真的有她在 你会觉得家里样样都非常的方便舒适 因为她都照顾得好好的 她甚至于照顾人 照顾到你们都已经分开了 倘若你不会过日子 她还觉得她有义务照顾你呢 而且虽然她唠唠叨叨 但她其实是一个以夫为天的星座 她通常很需要一个能被她崇拜的老公 当然如果她崇拜的你竟然外遇了 她就会自我检讨 一定是我不够好 一定是我不够保持状态 所以反而会激发她保持最佳状态 因为她不想把你拱手让人 看起来很随和 其实在控制 十二星座 谁是控制狂中的控制狂呢 处女座在团体当中 素有风际鼓掌之称 在处女的世界里 她觉得世界的运转 是有一个逻辑跟原则的 这个逻辑原则不可以被破坏 有可能她会一直碎碎念 希望大家尽量听自己的 拜托拜托 照我的话做 不要这样子 不要这样子 要嘛就会拿出气势 用过来人的经验教训 告诉你不要犯这个错 有气势这一组 如果发现她控制不了情势 别人不听她的话 她就会非常的神奇 不然就是观察入微 发现别人怕什么 就用那个来压你 比如她觉得另一半 应该很怕冷战吧 那她就可以明明同在 一个屋檐下 硬是跟你冷战很久很久 直到你讨饶为止 她甚至会控制周遭的人 站在自己这一边 强大自己的气势 啊这个控制厉害了 打不倒我的 只会使我更强大 各位你的人生遇到危机了吗 遇到低潮了吗 当我们遇到觉得是绝境的时候 我们身上有什么能力 可以使我们绝处逢生呢 再来就是处女座了 处女座常常会招来一些小人 或者是打击 不过没有关系 你们本来就是很厉害的 很好学的 很勤劳的 所以越是困难 越能够开发你多样化的能力 就算你本来是家庭主妇 很可能先生出了什么状况 你反而开发了很多的商业能力 开始做起小生意 结果表现得比先生还要好 也不一定哦 所以处女座的朋友 绝处逢生的能力 可以说是跌破大家的眼镜 那话又说回来 因为处女座太喜欢挑战不可能了 所以这样的天性 有时候反而会在不对的人身上 卡关卡很久 也就是说挑战不可能这件事 如果不是用在人的身上 一切都好办了 在这个摩羯很多心 而且劳动节快到的时节 我们来聊聊工作狂 对 有些人天生劳碌命 我们来跟你揭秘 这些人热爱劳动的原因 接下来就是处女座了 嗯哼 因为她们真的热爱挑剔 那既然热爱挑剔 就不如自己动手调整吧 不然怎么办呗 有水星来守护的处女座 她们本身有容易紧张 容易焦虑的特质 那所以她们也闲不下来 因为闲下来以后 她就更容易想太多 更容易紧张细细 那还不如让自己处于 高速旋转状态 一直忙碌的她 说不定还显得从容一点呢 工作上的处女座 也是没有模糊地带的哦 她的OS是 明明可以做到最好 我们为什么要放过她呢 尤其是被她们盯上的 她一定要把你改到最好 她们的思考通常也很全面哦 比如说你要她把 昨天的会议记录调出来 她就会去思考 也许把整周的会议记录 都调给你 也不错 所以你会觉得她非常的细心哦 通常处女座 天生就是主管的料 也会有不怒而微的感觉 所以即使回到家里 你看到她 你也会有一种主管来的感觉 连家人都变成下属了 又到了年底 或年初的时候 这就是工作大班峰的高峰期哦 除了老板 坏掉员工 也有员工坏掉老板哦 本公司一个想离职的小编 就做了这一则专题 对 12星座有的人上班的时候都想离职 今天我们来讲12星座离职前的表现 因为职场这种东西 就是她非常非常重视的 所以即便都要离开了 不管是带着好情绪还是坏情绪 该做的事情 她还是会非常认分地做好 不改往日作风 再来呢 明明是要离职 但她搞得跟她升迁了一样 事情一桩一桩 一件一件 她忙得比平常还要忙呢 因为在寵宇心目当中 她认为好口碑不能毁在自己手上 口碑很重要啊 这个江湖很大 要留给人家打听 不过呢 想要离职的处女座还是有一点征兆的 那就是常常让人碰软钉子 没错 我都答应你 但是可以缓一缓吗 可以慢一点吗 当一个处女座居然可以缓一缓 可以慢一点 然后可以无所谓 那你就知道她已经心不在焉了 有几个企业主呢 他们是在应征人的时候 是有星座的选择哦 有几个星座特别受到企业的青睞 把样座 天平座 狮子座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就见过强硬的这个天平 一点都不圆融 没有自信的狮子 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保守派的白羊座 一直不敢突破 这很可能是 这些星座的人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还没有遇到能够发光发热的事业工作 所以咯 我们就从星座的特性来看 每个人从自己的太阳来检查起 你走对路了 变动就是来一点创意吧 那就是双子 臭女 射手 双鱼 变动星座 之所以叫变动 就是你们不安于现状 相对于固定的 静止不动 你们更关注的是周遭的环境 这四个星座呢 在职场上也有 不怕麻烦的特质 我常觉得他们是 一人可以当两人用 手脚非常利落 而且性格非常好强 又很强势 不关他的事 他很可能也很好奇 也想参与 所以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 他们动不动就越界 可是相对的也培养了他们 在这个职场上面 眼观四面 耳听八方 开始变成全能型选手的这个状况 其实我觉得变动星座是一个 反应很快 对市场的这个风向的转变 嗅觉非常敏锐的星座 变动星座是一个非常容易不耐烦 或很容易转移焦点 很容易转移注意力的星座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已经学会了 他就很需要把注意力转到 更有困难度 或更有挑战性的地方 善用他的好奇心 比如说 平常在公司里面 调动他的植物 这些都会让变动星座 重新燃起他对职场的认识 嗨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 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分享很多 星座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